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吃飽我是Dina Juna 今天又來到久違的網拍開箱的特輯 太開心了 今天要開箱的是我們兩個都很期待的品牌 因為我個人已經被它的廣告 招到一個不行 然後終於就是要來開箱這一家 這家真的是我們觀望很久 一直不敢遲遲不敢下單 但是又覺得真的很美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這間網 牌就叫做Ricoas 那它整體的風格就是很法式優雅 有很多小細節在它的衣服跟它的洋裝裡面 價位大概就是900到1000出左右 有點鐘偏高 以那種夏天春夏的衣服來講的話 對 但它看起來很有質感 我現在就是為了那個婚禮小禮服有沒有 我就是覺得它的東西很適合穿在一些 比較正式的場合 那我們今天就挑了9款衣服 要來跟大家一起來開箱 我現在非常興奮 這一包來了已經我數次很想要把它拆開 很想把它拆開對不對 對 好想看喔 它的包裝比較沒有那麼精緻嗎 對 但它裡面看起來是還不錯的耶 對 我喜歡這種就是用一件一件 然後有那種拉鍊帶的把它封住 Rehoas的介面它的官方網站是英文 但是它有新台幣的選擇 所以你就是可以看它新台幣的那個價位這樣子 對 然後大家就是看照片 然後我記得那個Google的網頁也可以直接翻譯 那首先我要來開的是這個 The Tie Strap Solid Kami Top 那它是742塊台幣 然後尺寸我選的是S號 我當時看到覺得超級有質感 因為它上面的這個肩帶是做這種 可綁式的 可綁式的斷帶 然後我現在收到我覺得 Oh my God 這個材質有讓我嚇到 大家看一下這個就是有一點 你知道 珠光 透明透紗的感覺 對 欸很美耶 對啊 接下來是Yuna這件 The Pink Sweat Hard Neck Puff Sleeve Shear Blouse 然後它是835塊 Yuna選的是M號 我覺得它整個材質也是那種 雪紡透氣的 後面有這樣伸縮 我是覺得蠻漂亮的 好 那我們就先來換這一套 給大家看一下 欸 我覺得很舒服欸 我覺得它的衣服很輕膚 因為我們也沒有洗過什麼的 可是直接穿就不會有那種刺刺的感覺 對 我覺得整個後面又有鬆緊 蠻好看的 然後我覺得我這一款的話 穿起來也是很舒服 只不過這個地方 就是我覺得有點微複雜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比較喜歡那種 簡約的 model上面看會覺得說 很好看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放在我身上 就覺得有點太多 有點太複雜 對 可能是我們也沒有很會幫 那這些是不是比較大件一點 我覺得好像就是如果跟我身體差不多 很多的話買XS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的上衣呢是Yuna選的 The Ruffle Neckline Pro Bottom Shirt 然後呢這件是742塊 喔 開箱開箱啊 這件也是學房的 然後它的學房都做得很薄啦 對 就夏天穿也OK 然後它的扣子是那種珍珠感的扣子 蠻漂亮這樣 欸好舒服喔 對啊 然後接下來我要來開箱的是洋裝 因為我們剛剛想說都有珍珠可以一起開箱 這個呢是The Wave Texture Pro Strap Midi Dress 然後它是1268元 然後我買的是M號的Size 它有三個顏色 除了白色之外 還有黑色跟粉色 這件很elegant 就是很優雅的感覺 因為它下面還有開箱 然後它的內襯其實是做雙層的 所以這種就是在室內的時候穿 要不然感覺會有點熱 但是比較不會曝光的問題 對 然後它的整個的那個 調溫感 對 就有點像波浪 因為它不是直直的 反而是就是有一點弧線感的 嗯 比較有設計感 比較不會就是很呆板死板的感覺 對 整個出發前往婚禮會場的感覺 對 我覺得我這個設計 帶一點點俏皮 就是優雅帶一點俏皮 因為它是那種博覽裝 對 然後它的那個扣子也是有設計感 就是它不是規則的 我整個覺得Yuna穿這件是要整個氣質感 大聲 很適合去婚禮欸 對 然後我這件的話呢 我剛剛有發現它的這個珍珠的肩帶 它其實是不能調節的 然後對我來講有點太差了 所以我是把它 我現在是先用膠帶把它黏起來 然後看可不可以把它改掉 我覺得你現在就是伴娘本人 很適合當伴娘妝欸 優雅之中又帶有一點 好色性感 對 小性感的感覺 好 下一套 我有挑了兩件都是比較偏洞洞的 Yuna的這一件上衣是 The Color Point Tail Knit Tug 然後它是835塊 它是這種非常細的細針織 喔 這扣子也太美了吧 喔 然後它的扣子是那種珍珠的 方格的 方格珍珠 喔 感覺很漂亮欸 而且 真的 它的材質真的讚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線頭 然後非常的舒服 接下來我選的是The White Puff Speed Cut Out Sleet Maxi Dress 然後它是1515塊 然後是XS 喔 這件好適合去度假喔 我的天啊 對啊很適合穿在那個南洋 對 的海邊 沒錯 好我們去換吧 好 好 好漂亮喔 我整體覺得我質感搭震 好 我非常喜歡這件的剪裁 首先是它上半身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的優雅 對 很大式的感覺 嗯 就有這些圈圈洞洞這樣 然後它這裡 我覺得它這個袖子這邊也是一個小 而且它是不是這樣一整個公主 所以它是良潔 對 所以你看起來有點在更貼你的手臂 更瘦一點 接下來就是它是整身都是那種 洞洞樓空的設計 對 我是覺得蠻涼的 但會有點害羞 對 就有點現在還不知道說 下半身到底要穿什麼 會有點小透 就你可能裡面要穿 肉色的比基尼 對 但整體我是真的覺得 這件我是完全能夠帶出去 就是出遊的時候穿 可以 然後我自己這件上衣我也是 超愛耶 嗯 很適合我的身型 因為當然這個V 然後而且我覺得它的領子 設計很漂亮 喔對 對 它的領子不是一個單純就是可能 尖領而已 它就是有兩層的概念 對 然後它這個 喔 褲子超美的 而且穿起來超輕膚 又很涼 嗯 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褲子 那我要給大家看一下它的 花紋 花紋 對 我這個也是有花紋的 那接下來呢也是兩件的洋裝 第一件是Yuna選的 The Solid Texture Puff Slee Mini Dress 1422塊 然後Yuna選的是XS 對 這個材質就是比較偏 像是太空棉然後重磅的感覺 對這比較適合秋冬穿 然後它的那個條紋是那種交叉的設計 嗯 那接下來呢是我的The Short Sleeve Floral Roach Mini Dress 它這一件呢就是紫色的小花 好我選的是S號 蛤真的很美耶 對啊 這個小花也很漂亮 前面有一個綁結 對 然後呢下面有一個開叉 這樣子 小性感 對 它這個裡面有在做襯 對那個內衤好舒服 所以就不會那麼透 嗯 好來試穿 好的 好 我自己也是蠻喜歡它這個順身這樣散下來 然後它穿起來非常舒服 可是這真的要秋冬穿 下衣穿會熱死 我覺得好像有點 白雪公主感 對 它整身很白 超級大膨胸 對我覺得這就是像 要配個項鏈 對 對 然後稍微設計一下那個髮型之類 或什麼的 就是搭起來會有點變化 不然會有點平的感覺 嗯 懂 對 然後我的這一件的話呢 它其實 我自己覺得比較不適合 像我這樣子的身材 離型身材的人穿 嗯 因為它其實它的設計是比較直 醜 對 所以呢就是 我當時是看了一下我下身的那個尺寸 想說選S 但是我發現我上身是撐不起來 因為我的肩膀比較小 對 就是上圍也比較小 所以它看起來會有一點點 就是沒有那麼合身 就有點太大了 對 對 就很容易這裡可能就會掉下去 掉下去 對 我的也是略大一點 下面的那個開擦是兩邊的耶 對啊 好特別喔 對啊 好的 那因為我們有跟Rehoas反映我們有尺寸上面比較不合的問題 所以Rehoas呢 又再記得四件可能比較符合我們身型的衣服還有洋裝 讓我們試試看 那第一件呢就是這個 我原本買的 嗯 珍珠波浪條紋洋裝 這件我原本是拿M號 然後 它就幫我換成XS號 也會讓Yuna幫我們試穿看看這件 那接下來呢 這件其實不是尺寸不合的問題 是 Yuna 顏色 因為一開始我是選這個顏色 但它缺貨了 然後它最近好像有貨了 然後我就超想看一下 就是它這個海軍藍感覺超美的 好那我們就來試穿 換好了 我覺得 上半身在XS的部分就是有合蠻多的 嗯 然後 但是對我來講 這個肩帶還是稍微偏鬆一點點 略鬆略鬆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屁股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有一點太合了 合到就是 一定要穿無痕內褲 再加上可能就是 要減肥一下 對 就是讓它自己瘦身一下 對 因為其實我這邊啊 它其實是有一塊肉的 就大家應該買明顯可以看出來 它這裡就是有一塊肉脫出來 你好像這樣滿鞍肉之類的 所以這個等一下讓Yuna試試看 然後再來是我之前我覺得 深藍色比白色更好看欸 嗯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種比較瘦一點的感覺 我自己是這樣想 因為我自己看鏡子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沒有像 因為白色會有點放大 然後藍色好像會有一點 讓你縮小一點 藍色看起來更氣質的感覺 對 又比較又更優雅一點 好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也是一樣是XS的洋裝 那這件呢是綠色的小花 然後它的肩帶是綁帶的設計 因為我自己覺得 好像挑這種比較不會出錯 對 你就比較不會有就是 肩帶太慘的問題 對 然後我覺得它的材質 非常的舒服 這件好像絲綢喔 對 很像是睡衣的材質 對啊 好舒服喔 超級 然後它裡面呢 它這裡有做一個小開叉 裡面也有做內裡 就是讓你不會有透的 對 所以我覺得整個設計 都是我蠻喜歡的 這很像是你衣櫃裡有的 但是是升級版 對 升級版 那我來試穿給大家看 歡迎好喝 我們現在前往婚禮會場 對 這要幫伴娘還是 就是它這個洋裝真的是 正式典養的感覺 對 而且我發現你超級合 就我真的蠻剛好 我那個小腹可能要再 準備一下下 就收一下就可以 對 要就是憋一下就OK 但是整體就是 比起我剛剛穿 是整個符合它的身型很多 嗯 所以可能 身型跟我比較像人 買這件比較剛好 然後我這件的話 就蠻推薦給像是 離型身材的大家 因為它就是這裡會做 腰很瘦 對 然後上半身就是 肩帶的地方 就是可以自己調整 那個長度 嗯 所以就沒有那個限制 對 沒有那個會掉下來的問題 然後下半身它就是做這種 散狀的 嗯 散開來 所以就是屁股也不會像剛剛那種 就是會有 你自己也不會有牙力 對 就不會有凸一塊的感覺 對 因為它幫我做散狀的 對 很讚 喜歡 接下來這一件呢 也是我一直很想要入手的 一件他們的洋裝 叫做The Blue Sweetheart Nex Shirt Mini Dress 其實它這個的剪裁 跟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個 洋裝的剪裁是差不多的 不過它這種是 很像青花瓷的感覺 對 比較印花的那種 然後我覺得更優雅的感覺 很射走去拍賣會場 欸 對耶 對啊 補著拍賣會場那種感覺 是嗎 對啊 很漂亮 然後它的肩帶也是可以調整 然後它這個是做細肩帶 你現在又走那個肩帶可調路線了 對 因為我真的是有點害怕 對 然後它後面也是有這種鬆緊的 那我換給大家看 換好了 很美 但是呢 要來提醒大家一下 我覺得它的材質呢 沒有剛剛那個舒服那麼的涼 對 好像是比較偏紗的那種材質 如果身形的話 會很剛好 就屁股已經是一個極限了 不能再變胖 不能再變胖 然後縮小肚 因為它這一個的材質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彈性跟伸縮性 剛剛那件其實是油 這件比較就是緊一點 合身一點 合身一點 對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它的藍色的這個花紋很好看 它是比較偏大片的花 跟剛剛那種小花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我自己是比較少這種大片的花紋的那種衣服 而且你也更適合藍色 好 那以上呢 就是Rehoas的網拍開箱 總體來說 我覺得它的價位偏高 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對 它整個的設計感 然後它的洋裝的剪裁 然後還有它的材質 完全就是非常符合它的價位 甚至我覺得還超過一點 就是我覺得用這個價格 買到這件洋裝我覺得很超值 對 但是小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覺得Rehoas它的size 可能對於亞洲人的上半身來講 都會有一點點偏大 對 像是剛剛Una有試穿我剛剛的那件XS的白色洋裝 對它來講算是 剛好 但是呢 它也是拿到XS 可能大家在選擇衣服的時候 跟選擇他們洋裝款式的時候 可以再注意一下他們的那個 肩寬的部分 那因為今天呢 是廠商互惠合作的影片 所以廠商它有給我們就是折扣嘛 我自己是覺得很棒 就是它的設計什麼的 都是跟別家蠻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剛剛穿起來之後 都覺得有瞬間變成熟跟優雅的 感覺 對 而且真的都很舒適 那以上就是Rehoas的網拍開箱 如果大家還有想要看我們開箱哪一間網拍的話 都歡迎下面留言跟我們講 那記得訂閱吃吧 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